我在天空队的时候 和这两个比利时的队友 都是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打比利时的时候 可能不会真正的对位 但是因为我们去年奥运会 就和比利时一组 所以这次世界杯也和比利时一组 其实我们对双方的了解 其实已经很多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 已经了解的这些东西 如何在场上坚决的执行出来 贯彻教练的意图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说 就是能给到对我的队友们什么帮助 其实我觉得 就是在奥运会的时候 教练给的对方球员的分析 已经特别的全面了 比我在天空队的时候 坐在场下看他们打更全面 就是了解的 那个时候已经了解的很深入 我们可能在下一次世界杯对位的时候 就是看谁临场发挥的更好 也是能够在那边